一年的时间从一万做到一百一十万 你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吗 很多人觉得这是天方夜谭 觉得这是小说里或者电影里面才会存在的事情 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人做到了 他只用了一个指标 大家好,我是Linda 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指标的发明人 他就是用一套指标,一个战法 一年时间内从一万美金做到了一百一十万美金 他就是拉瑞威廉姆斯 罗宾斯杯期货交易赛总冠军 第一次看到Linda老师说股的朋友 可以点赞加关注 方便后面长期来收听和学习 好的,我们开始今天课程内容 我们先来看一下拉瑞威廉姆斯 他是1942年出生 威廉指标的创始人 当今美国著名的期货交易员 作家专栏编辑和资产管理经济 他在不到12个月的时间里 用WR指标把一万美金变成了一百一十万美金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大家可以去网络上进行搜索 今天Linda就将这套操盘方法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 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股票市场赚到大田 这套方法说是价值百万也不为过 一定要耐心的看完 并且关注加收藏 因为一不小心你滑走了 可能后面就找不到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WR指标是如何运用的 给大家讲解一个从一万赚到一百一十万的战法 这个战法的名字呢 叫天一无缝战法 我们看第一个条件 两线上方联合 次日收养 激进者可以买入 这个买点呢 适合风险偏好较高的投资者 或者呢 是在行情强势的时候 对利润追求比较高的投资者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在行情强势的情况下 操作过于保守 你稍稍犹豫 就可能错过第一位的买点 导致你后期的买入成本就会抬高很多 降低了操作利润 第二点呢 叫两线联合之后 同时下穿80水平线 稳健者买入 有条件的激进型投资者 甚至可以加仓 弱势行情 可以等到这个信号再买入 这样能够让你的持仓更加安全 第三 股价在十日均线运行 可无视涨跌 安心持有即可 根据均线的底层逻辑 股价没有跌破十日均线 说明十日买入的资金平均成本下来 都是赚钱的 而且股价在上升的过程当中 有资金兑现利润 也有人愿意以更高的成本承接抛盘 股价进入追涨周期 你只要大胆的拿着 等着股价往上涨就行了 第四 两线上穿20水平线 只赢卖出 注意啊 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去考虑两根线是否粘合在一起了 它只要上穿了 你就只赢卖出 两线开始分开穿过 说明市场额资金开始出现分歧 分歧一出现 也就意味着多空双方开始进行拉锯战 这个时候你如果不止赢出局 很有可能成为多空斗争的牺牲品 大家发现没有啊 这个指标呢非常简单 而且实用 它在你整个股票的买卖过程中 都是有实际操作意义的 从你选股到你买入到卖出 还有持股的逻辑 甚至还可以根据市场情况的不同 匹配不同的买入位置 是不是非常的有用啊 如果觉得有用 一定要点赞加关注 不要划走视频 下面呢 我们就到实战当中去验证一下 看看天衣无缝战法的成功概率到底怎么样 在这套方法运用之前呢 需要做两个准备 第一呢 就是把W2指标调出来 然后呢 把参数改成21和42 大家看21和42 这两个参数呢 是操盘手惯用的指标参数 第二呢 在主图的均线 只保留一根十日的均线 因为从投资经验来看 一般的短期持有者持股周期 大概都是在10个交易日以内 如果10个交易日还不能盈利 持股信息就会受到影响 这部分多出来的卖盘 就会影响指标的实战成功概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票 W2呢 在这里双线 黏合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第二天呢 这里出现了一个阳线 如果是强势行情下 并且你是风险的偏好者 对操作收益有较高的要求的话 这种地方是可以适当的进行买入的 接下来我们看啊 这双线黏合之后 在这个位置 下穿80水平线 这个位置是稳健的买点 也是激进投资者的加仓点 我们看啊 对应着这个位置 看是不是 对应的这个位置 我们正好上穿了10日的一个均线 所以这是稳健投资者的买点 也是激进投资者的加仓点 说明资金已经获利 股价也进入了追涨模式 此时买入更加安全 当然呢 如果是强势行情中 可能和前面的买点相比 你会损失一部分利润 在此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股价是一路在10日均线上运行 这种情况下 就不用惧怕途中主力的下跌洗盘 耐心持有等待股价上涨就可以了 最终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啊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它有一点点什么呀 在这个位置有一点跌破 但是我们看啊 下边的这个WR指标呢 它没有跌到20以下 等到这个位置 你看啊 跌到20以下以后 再次上穿20 甚至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大家看啊 上穿20 在这种位置 然后呢 股价跌破了10日均线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卖点 这个位置要及时卖出止盈 后面就算它有震荡横盘的上涨 我们先锁定大部分的利润 做看它股价涨跌 我们看啊 它从这里虽然有震荡 围绕着10日均线震荡 看到没有 并且也创出了新高 但是我们在这种地方卖出 我们不会吃亏的 因为我们这一波上涨 基本上已经占据了 这一波上涨的80%的利润 所以我们没必要去贪图 这部分震荡的20% 我们把确定性的收益呢 你先放入到口袋里 当然这只是一个案例啊 可能你觉得我这只是运气好 股价碰巧符合指标的形态而已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是我们新加坡的一个股票 我们再看一个美国的股票案例啊 我们来看这个股票啊 双线在上方 我们看在这个位置 干嘛啦 凝结了对不对 双方在这个位置凝结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收到了阳线 然后呢 我们再看啊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跌破80 再次凝结 跌破80 而且呢 蜡烛上穿了十日均线 这个位置呢 我们是激进投资者 可以买进 这个位置 我们对应的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啊 你看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可以什么呀 假设你是稳健投资者 我们可以在这里买进 如果你是一个激进投资者 就可以在这里加仓了 然后呢 我们看啊 股价一路在十日均线上运行 那么WR指标震荡下跌 到这个位置 你看啊 股价再次上穿 我们看啊 到这个位置 WR上穿20 那么一旦我们发现 股价跌破20日均线 我们就可以卖掉 我们就可以先把利润 装到口袋里 锁定利润 只赢出局 我们粗略估计一下啊 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我们上涨了 300% 也就是三倍 怎么样 这个WR指标的天衣无缝战法 是不是非常简单 你只要稍微的多看几遍 你就能掌握好这个指标的使用的方法 如果一遍你没有学会 建议呢 你可以关注加收藏 多看几遍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大家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区呢 可以留言 我们来一起进行讨论交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到这里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视频内容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视频提供的股票分析方法 仅供参考 风险自负 唯有科学理性的分析决策 才能更好的在股市获利 请不吝点赞订阅